我日后会觉得直接教她说 你可以帮我干嘛吗 听起来很没有礼貌 我可能就会改教她说 妈妈你可以帮我干嘛吗 因为在越南语的话 就是有这种 尊敬的称谓是不一样的 就是大家学了之后 可以慢慢去体会 好 那时候我要教大家一个最实用的 就是我们的专官医 所有的越南小朋友呢 一开始他们上学的第一个 发音一定要学这一个叫做 啊 然后他们的手 我们一定要左手在上面 右手在下面 大家跟我一起做一次 对 然后你跟人家讲话说 你就要稍微 句尾要加一个啊 然后你要稍微点头再这样啊 就说呢 今天我比较少 我比较小嘛 我跟小师打招呼的时候 我就会跟他说 安导安啊 这样子 他就会非常喜欢你 因为这是小朋友在我的动作 其实我就会学一个语言的时候啊 你不会去学小朋友讲话 你就会觉得你很可爱 更愿意教你 所以这个语言非常重要 其实你嘴巴讲是中文 我听不懂啊 这样子 他也会觉得说 有这个文化的 那就会觉得说 你很尊重他这样子 好 那比如说这个 那这个姐弟呢 就是比他小嘛 对不对 那他看起来不太老 所以他就是姐姐的年纪 那我们就是在 安导吉 后面加一个啊 听起来就会非常的有礼貌 好 那比如说这个 小朋友呢 如果要跟一个 爷爷等级的人打招呼的时候 他要叫自己叫什么 他叫孙子姊子嘛 就会叫自己叫做 爪 那如果是爷的话 就要叫他 嗡 所以说 爪爪 啊 好 这叫上他的手嘛 是左手在上面哦 好 那我现在简单教大家讲 这三句话 那如果不输入法的人 可以拿起来试一下 一样 M的话很简单嘛 找的话要怎么打 先打一个C 打一个H 打一个A 不知道那个标准符号放哪里 没关系 我们先打一个O 然后再看白板上面 如果你要把这种 向下重音的标准符号就写 再打一个F 好 所以你们就在上上 M 就好 G R 这个G的话呢 打一个C 再来一个H 再来一个I 再给他一个J 好 OK啦 那 M啦 Q 台湾 第二句话呢 这个我要跟大家唱歌一个 其实 在一般东南亚语言 都是这样子的文法 就是我们会先 就是说我们中文的时候 我们会说 哦 漂亮的姐姐 那 请问一下主词到底是漂亮还是姐姐 可以回答我吗 漂亮的姐姐 主词是漂亮还是姐姐 主词是姐姐嘛 对不对 那如果在越南语里面呢 他就会把姐姐提到前面来 然后才会说漂亮 如果说到英文的话 他可能说 漂亮的女孩 就说 beautiful girl 所以是把形容词先换来前面 可是如果是浪蓝牙语系 就说我学过的话 泰文啊 越南文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呢 台湾是台湾嘛 那 请问我是台湾人 重点我在讲人还是台湾 不在讲人嘛 对不对 所以我就把人这个字 拉到前面来 好 我们来挑战一下这个 这个字 因为以前我老师没有教我输入法 然后你看那个输入法上面 只有键盘没有标点符号 所以其实我摸很久 好 我们先拿一个N 再来一个G 好 U这个音 这个音就是刚刚谢老师介绍作很想吐的那个音 就是你就想他把你的舌头压到就先在U U这个音 你先拿一个U 再拿一个W 有没有出来 我可以吗 出来的举手一下 嗯 好 再来 再来我们要拿这个 呃 这个是比较轻的 呃 这个是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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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一开始我觉得台湾人学的时候 这两句我们也搞不清楚 好 对一样 打一个O 是打一个W 有没有出来了 好 一样标点符号我们就先省略他 因为一开始我们不知道放哪里 后面打一个I 然后这两个标点符号是哪一个 是S F I S还是J 那一个 哪一个 是F吧 对不对 一个是从左下到右上 一个是从左上到右下 就是大家看都会 但是我在改 大家写的文章的时候就很不错耶 嗯 OK吗 好 所以写完这句话呢 就可以很容易的跟越南打招呼了 那这时候有没有要提出疑问 为什么第一句和第三句一样 一句跟第三句 有啊有一样吗 不是因为我们那边就会有一样吗 第一句跟第三句 一样嘛对不对 大家看得出来吗 所以是那种我们要跟人家打招呼的时候 第一句话我们说 没有找几啊 然后你讲文化之后 要再见的时候 也是说找 因为找这个意思呢就是 有还有同时两个意思 我觉得是越南越之后 特别的地方 就是你在打招呼跟再见的时候 都是用找 OK吗 有没有人要问我会话练习一下 好 我们先简单的来 迪迪你跟我练习一下 嗯 等一下先跟我说什么 哪一个字你不会 欸对啊 不会不会 N早吉二 N早吉二 对 然后再来你继续讲 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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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吉二 是不是 这一个对话就完成了 我都没讲话 因为你一开始学一个外国语言嘛 你一定很紧张嘛 他对你讲你又听不懂 所以你就是去跟他报告完 你今天学会的就好 嗯 我有一开始就这样 他说我在台北的时候 是不是让 就是语言你听的话你听不懂 我自己可以听出来他是什么人 尤其是越南人又很好认 就是个子小小脚好细好细的那个就是 所以呢 我一看学校打招呼之后呢 我就是拒绝在跟人家练习 我就跟他说 N早吉啊 他都还来不及讲什么 我就先介绍说 N早吉啊 然后他讲什么 我都不管笑 笑之后就说 N早吉又离开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的互动里面啊 可以增加你认识朋友的机会 而且不小心 十个里面你就会说到八个他会讲中文的 那每个人都教了你一句话之后 你的语言就会变得很丰富 譬如说 你跟人家说N早吉啊 那通常第一个法音会是 蛤? 人会越南蛤? 听久了他就 他是说什么 人会越南 你应该都听不懂 但是你听到 越南你知道是越南吗 那你下一句讲说 N早吉啊 N早吉啊 我们就知道了 他前面说N早吉啊 他就是在问越南人 而如果是对话里面 我们随便逻辑想也知道 你跟人家说N早吉 他会来问你说 就是一个男人吗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语言这样子学的话 是可以学得非常快 学得非常有趣的 因为我跟你说 我们来说 如果你去一般在教室学啊 你在学校学 同时就有一个 学生50了 没有可能大家都有机会跟我练习嘛 尤其是你们还不想跟我练习的时候 对不对 所以大家就尽量去外面找朋友练习 我觉得是最好的 好 再来我们要教大家名字 那本来我是想让你们查那个网页的字 你要习惯你们就会有去查 还是你们刚刚也已经有我的专业了嘛 如果你真的想要有一个越南人名字 你就传讯息来问我 我会跟你讨论 给你一个漂亮的越南名字 因为这是很重要的 譬如说 像我们很多人在取英文名字的时候 不是我们都会随便买取叫什么Pandy啊 就会被人家笑嘛 就说这种名字可能是只有 做一些奇怪行业的人才会 学这种名字 那越南语的话也是 他可以从你的名字里面去听出 你爸妈给你想要的含义是什么 所以如果你们好奇的话就可以来问我 那名字的话叫做N 你看这里喔 我刚刚不是介绍说 你的名字重点是名字嘛 那你为什么不是把这个名字放在前面 那就是越南口语的问题 所以口语上 事实上文法上应该说 Dengua em la zi 他如果口语上他就随便 他就说Deng la zi 顺就可以了 所以就是 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说 不可以一直看着课本学 因为像我是一个 反应不是很快的人 就是如果课本上一直学 就是说 Deng la zi 突然有一个人跟我说 Deng la zi 我会有点灑掉这样子 所以我都是从 规划里面去学那个语言 而且这样子真的是可以学的非常快 就说Deng la zi 好 那我刚刚第一页的时候 介绍我的名字 可能大家都 没有注意到吗 没关系 我再写一次 好 你们试试看 你们可以打我的名字吗 要打什么 谁可以回答我 嗯 一起聊 第一个是U 再来是T 再来要打什么 S 对 非常好听到 太开心 好 这一个 要怎么打 白色衣服 那男生可以回答我 对就是你 的 要怎么打 的的话呢 他就是打两个D 开两下 有没有大家都有 有吗 有的举手 一二两下 嗯 好 的 然后打I N H 再打一个F 我 你现在打字打走了 你自然看那个字 就会有感觉 你以后再熟悉的时候 你就知道他标点符号画哪里 好 那我的名字叫做 我 林 为什么名字会变成这样呢 事实上这个 我在发音里面啊 是小的意思 小的意思 它跟我原来的名字 其实欲啊已经偏离了 因为我一开始学 发音的时候啊 很有趣 有一个声音 我怎么学都学不好 不错自己的名字 它会有一个C 它是要 五口合口 这是越南语 我觉得最特别的地方 你现在把你的嘴巴吹起来 像青蛙那样 还没看到